大家好 今天又帶著我可愛的噴火龍 一起來開箱啦 今天我要來開的是最新的 星晶奇蹟 我們的封面寶可夢 泰勒巴哥斯就是在寶可夢珠子的DLC 攔製圓盤的主角寶可夢啊 這一次的泰晶系統裡面 星晶是在泰晶屬性裡面的第19種屬性叫做星晶 它的日文叫做Stella 無一樣的Stella 在這一次的星蛋裡面呢 有許多圍繞著新的泰晶系統的卡牌們 就看看我們今天這一盒 可以開到什麼 這一次的金卡就有封面的泰勒巴哥斯 然後也有靈芝大空洞 都是我很想要的卡啊 復讀也很棒 這一次的金卡的三張都好棒喔 最想要的是不是還是紫玉呢 紫玉的誰啊 第一張火箭雀 夜道火星 是紋兒 這麼快就開到第一張AR 是小鮮奶 非常的可愛 給你們看透寫 這張呢是有少女星的朋友們 強力推薦 粉嫩的小甜點在我們的畫面上 那最後一張 直接進化了 鮮奶油蛋糕 你的雙奶仙 非常的可愛 他的招式一舞 彩色甜點 從自己的牌褲選擇 與這支寶可夢身上附加的 基本能量卡 相同屬性的寶可夢卡 合計最多五張 再給最首看過後加入手牌 並從此以牌褲 那第二招是打60點的傷害 可愛 好久沒有看到雙奶仙了 第二包 這次呢有很多搭配 有屬性寶可夢的卡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抽到啦 話說 你覺得超可愛的嗎 但直男看得懂嗎 上次有人在影片留言 稱讚Ryu的指甲 我真的覺得我這次的指甲 超值得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夢幻 好 那我們繼續看卡包 下一張是獨甲犀牛 萬元龜秀街區也是有 AR卡的露出了這一角 這是狗仔包 所以我們的高版本 開出來了 太快了吧 芝麻花犬EX HP250點的超屬性寶可夢 特性寶負時間 在自己的揮合 從手牌使出這張卡 並完成進化時 可以使用一次 將自己所有進化寶可夢HP 全部恢復 然後將恢復 寶可夢身上附加能量 要全部丟棄 四層相似 這雅米的效果 他的招式兩個無能量 奇蹟 想要130點的傷害 可以將對手的戰鬥寶可夢混亂 哇太快了 我的驚喜 我再期待一下 兩隻牌子會砸到 我的surprise 還在做夢 浩色毛屑 特性事先準備 前一隻寶可夢使用的 無能量 減少自己氣牌區的 海帶的戰術 海帶海帶 不是海帶 除了耗盛毛屑 我記得還有一隻 清真雪 也是跟我們的海帶 可以合作的喔 我們等等來看看 我們抽到 耗盛毛屑 它的灰大拳 如果我們氣牌區 四張海帶的情況下 只要一個水能量 就可以打250點的傷害 那在下個自己的回合 這隻寶可夢就不能使用 灰大拳 喔 這個閃閃的是 拉布拉斯1X 我們出現了第一張 神經 提拉提拉 第一個招式 一水 力量飛劍 造成這隻寶可夢身上附加能量 數量 乘以40點 第二招海溫石之魚呢 一水一超一鋼能 大家看自己排庫上方 20張卡 從其中選擇任意數量的能量卡 再以任意的方式賦予自己的寶可夢身上 那剩餘的卡呢 就會放回排庫重啟 那這個小閃 是結了 啦 出現了 輕生雪 那它的特性一樣是 事先準備 跟剛剛的 耗盛毛屑不一樣的地方是 耗盛毛屑還有一可能 輕生雪的音波刀鋒呢 是4顆無能量 它有機會 0能量就打出110點的傷害 但這個招式不計算 對手戰鬥寶可夢身上的附加效果 前提是你準備4張海帶 再來氣排區 新的寶可夢道具 巧可我 不有這張卡的寶可夢呢 受到對手或寶可夢招式傷害時 那個傷害會減傷60點 將這張卡丟棄 旋轉落脫模 只有在自己最初的回合 可以使用一次 從自己的排庫選擇最多3張HP 為100以下的無屬性寶可夢 給對手看過後加入手牌 並重新排庫 在這個回合 若已經使出其他的風扇 這個特性無法使用 開得8個次的無屬性好朋友 沒錯喔 另外一張道具來啦 不入火 招對手的超屬性 寶可夢招式時 那個傷害會減傷60點 然後這樣這張卡丟棄 看起來都蠻好吃的 來的是 鋁鋼橋龍 它的特性鋼之橋 只要它再搶上自己所有身上富有 鋼能量的寶可夢 測退的能量會全部消除 招式鐵之引爆 兩鋼一五打160點 但下個回合無法使用 招式鋁鋼龍 原本是摩天大龍 它現在變橋了 後海大橋 玻璃喇叭 新的物品卡 這一張卡只有在自己場上有 泰金寶可夢的時候才可以使用 選擇最多兩張自己備戰區的 無屬性寶可夢 從氣牌區付給那些寶可夢 各一張能量卡 目前幾乎算是 泰勒巴格斯的裝 最好用的就是泰勒巴格斯 萊爾第二張AR極為柔軟的翅膀 讓它飛行時不發一絲聲響 因此它也可以悄悄地接近獵物 貓頭夜影 叮叮叮叮 貓頭夜影 HP100 特性收尋寶可思 在自己的揮合 從手牌使出這張卡 完成進化時 落地的場上有泰金寶可夢 可折扣使用一次 從自己的牌庫選擇速度 兩張訓練加卡 再給對手看過後 加入手牌 並重啟牌庫 刺成相似 那不就是蝶 蝶 蝶 一接近的話就能抓兩張的蝶蝶 限制條件是 產商要推進 好夥伴加一 但是重要的人 還有一位 老大還沒出來 泰勒巴格斯 紅紅的S-BAC來了 薛華炸彈 所有將卡的寶可夢 在戰鬥場 受到對手寶可夢招式傷害時 在使用招式的寶可夢 放置12個傷害指示物 然後將卡丟棄 以前有一張巨型炸彈 受到180點以上傷害時 可以在對手的身上 放10個傷害指示物 那我們S-BAC 畢竟只能放一張 受到對手的招式傷害 只要有傷害 就放12個傷害指示物 然後只有一隻蟲 當它進化成果蜜蟲的時候 頭跟尾巴各一隻蟲 身體裡是有兩隻蟲蟲的喔 來了我們的靈芝大空洞 自己的場上有太金寶可夢的玩家 可以放置備戰區的寶可夢 數量改為8隻 四層相似 無疾 有太金寶可夢的話 備戰區可以來到8 所以如果你玩就是帕洛奇亞VSTAR 備戰區 從5隻變8隻 多了3隻 我們就可以增傷來到60點喔 開心 隨風球 一同爆炸 造成自己場上的飄飄球 隨風球 數量成為50點 同時 自己場上所有飄飄球跟隨風球 也會受到30點的傷害 新的寶可夢到具重力之獄 然後附有這張卡的寶可夢 在戰鬥場上 雙方戰鬥寶可夢 撤退的能量會增加一個 這一次的3個新的道具都到齊了 充電寶 並排 感覺不太對 看到他的招式 延時封鎖 否許太了 馬格斯 是拖拖1EX HP220點 鋼屬性 特性快速全反 只要當他受到寶可夢招式的傷害的時候 可以將他身上就附加了 剛能量數量 乘與2 數量的傷害指示物 放置於使用招式的寶可夢身上 他好亮喔 他在花上 物品卡 成就的被蓋化石 就是我們圓蓋海龜 我們開了這麼久 第一張支援者登場 是白蕾亞 他只有在對手的 尚與獎賞卡上出軌 兩張的時候 才可以使用 在這個回合 若對手的戰鬥寶可夢 因為替太金寶可夢 使用的招式傷害而昏絕 則可多拿一張獎賞卡 直接瞄準 非歸著寶可夢 就有機會直接帶走這場勝利啦 支援者都壓在下半的 旋轉路托姆各自丟 貓頭夜鷹各自丟 喔就是可愛的子玉 將自己的手牌全部放為牌庫重啟 然後從牌庫抽四張 如果對手將傷卡為三張 以下可以改為抽出八張 子玉的SR或是SAR 應該是這一彈 蠻多玩家會想要收藏的卡 而且他的SAR後面還有戰刺鬆的 覺得很豐富 有RR了 吃心晶了 這個顏色 打開開獎的是 太樂巴德斯音樂室 我們聲聲呼喚你這麼久 你終於出現啦 超多顏色 他們的框都是彩色的 太閃了 彩色巴德斯1X HP230點的 無屬性寶可夢 兩個無能量聯盟級 這一個招式在後攻玩家 最副回合無法使用 他可以造成自己的備戰 寶可夢的數量超於30點 臨時大空洞 如果我們的備戰區是8隻 那他的第一個招式 就可以達到240點的傷害 第二個招式 黃冠蛋白石 一草一水一雷 打180點的傷害 在下個對手的回合 這隻寶可夢不會說 基礎寶可夢 無屬性寶可夢以外的招式的傷害唷 海帶 聽到海帶的時候 是不是很想要喊一下海帶拳 他的效果是 選擇兩張自己的手牌 以任意的順序排列 範圍排庫下方 然後可以從排庫抽出4張卡 然後我們剛剛講了很久的 事先準備 就是海帶啊海帶 在遊戲裡除了是道館的館主之外 本身也是個餐廳老闆兼主廚呢 爆炸頭水牛 哎呀這個也是我們這一次 無屬性好夥伴特性捲牆 只要這隻寶可夢與其他的 爆炸頭水牛在場上 自己所有無屬性的肌球寶可夢受到對手 寶可夢招式的傷害會減上60點 無論擁有幾隻有這個特性的寶可夢呢 效果也不會重複 總之就是減60 寶可夢的遊戲 越到後期的世代 越比較有在琢磨 其實道館主們都各自還有其他原本的職業 對以前都沒有 以前他就是守住那個道館 可是後來你看青木那種上班子 還有rapper 實際上的人設他們一直都是斜槓的身份 所以才會我們在遊戲裡 你去那個道館的時候發現 館主不在館內 早期世代比較沒有這麼多的演出 在道館館主身上 其實他們的人設裡面都有設定 他們有其他的職業 後來的劇情變成互動比較多 你可以比較了解這個館主的角色的個性 或是一些特質 因為現在遊戲容量比較大 恰雷姆EX 氣功直壓 在對手的戰鬥寶可夢身上 放置傷害指示物 直到他HP變為50為止 最後一張支援者登場 赤松 從自己的牌庫選擇了最多 兩張不同屬性的基本能量卡 帶給對手看過後 一張加入手牌 剩餘能量卡 賦予自己的寶可夢身上 填能嘛 我們就可以透過赤松 不同屬性的基本能量卡 一張加入手牌 另外一張就可以特殊的填在 泰勒巴克斯或是其他的 新金寶可夢身上啦 支援者才各開張 因為這次支援者比較多 最後三包 可以 電電虫 超帥 我喜歡 最後一包 該不會沒有密集大蛇 最後有最後 超科國 還有一張 超假光希 來看一下他的特性 廣域堡壘 只要他在戰鬥場上 對手從手牌使出支援者卡 使自己所有的寶可夢 不會受到那個秀國的影響 再立刻 這邊就是我們這一次 秀錢開箱 一盒開出來的結果啦 不知道有沒有開到大家有興趣 或是想看的卡呢 強化無屬性寶可夢的關鍵卡 其實這次都有開到啦 大空洞還開了兩張 可惜的是 我想開的密集大蛇沒開到 還有一些六想看的AR卡 沒有開到 沒關係 我們這次一樣有上次大開箱啦 就請大家可以期待我們 下次的影片囉 喜歡影片記得按下喜歡去訂閱頻道 我們下次的影片見 掰掰 訂閱鈕